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值型投資 大盤15目前還在鐵板支撐區這個位置 來回震盪 來回的洗盤 盤式的一個架構 震盪洗盤越久 未來大盤的上漲空間就越大 所以我在這兩個禮拜一再提醒一件事 指數從1萬點來到9500 9600 便宜的400點盤是不是在整理 盤當然在整理 大盤不會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你的股票 所以既然大盤在整理 我給你的策略調整值股太弱留強 我一再告訴你要買進強勢股避開弱勢股 今天你的股票到底夠不夠強 自己去看一下形態跟基本面 如果形態跟基本面都相當弱的 換掉 該換則換 不換則亂 對你未來操作不會有正面的一個效果 你看看今天這一檔紅純他強不強 越漲越兇悍 金盤中還攻漲停 已經來到108了 今天量人24000多張 創下波段的一個大量 量出來了 今天的108會是高點嗎 量價不會同時到頂嗎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量價結構分析 所以這檔股票在發動的同時 你有沒有跟著買 形態上的一個突破 第一個時間來跟我卡位啊 買在相對低檔真的很安全啊 當他回檔修正 92.85我還在買嘛 你會害怕上禮拜三禮拜四的震盪洗盤嗎 來到100整數關卡 一定有人告訴你 那是一個反壓 要趕快做調節 如果每次的整數關卡都是壓力 那操作股票實在太簡單了 你甚至賣掉去反手放空 是真的這樣子嗎 今天股價已經來到108了 創下波段新高 大盤 懂了嗎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是像紅純這樣的一個強勢個股 大盤對你來講 真的是多讓你賺錢的機會 我已經講過了 盤 下壓 震盪 洗盤 未來是一個上漲的方向 方向既然上漲 來到目前的9500 9600的一個整理區間 大膽跟我佈局第二季業績成長的強勢極油股嗎 我的動作很明確 老朋友不怕你跟啊 就怕你跟不上而已啊 所以這檔紅純 它是不是強勢股 我說強勢股要有兩個要件 一個就是基本面要夠強 另外一個形態要夠強 紅純的一個形態 晚行底啊 5月13號告訴你領先大盤過高的強勢股嗎 不僅形態強 基本面4月營收經驗度的新高 你能增長率高達149%嗎 金屬機殼的紅純 筆電要用到紅純的金屬機殼 平板呢 手機呢也要用到啊 所以它的訂單相當的暢旺 已經反映在營收 既然反映在營收 接下來股價要不要反映 要不要反映這樣一個基本面 所以5月13號當售價格90塊半嘛 它當然是一檔強勢股 第一個時間點發動點跟著卡位 接下來5月14號 大盤跌了113點 我說紅純敘事呆八 5月15號 拉出一根黑K棒 下跌哦 我說它跌到92.4回測得很漂亮嘛 回測得很漂亮是我節目當中分析啦 我在盤中 告訴會員空手者92.8買 逢低再度的承接 當天收盤價92.6啦 保證一定買得到 買完之後 5月18號上禮拜97了 接下來上禮拜99.8了 繼續走高 上禮拜是來到100整數關卡 我說破百啊 100是壓力嗎 當天的股價 收盤價98.5 100沒有站上去哦 我告訴會員 外資投信多在買超的紅準 不解碼 續爆 籌碼的優勢 漸漸有利於我們的操作 已經站在我這一邊了 因為我選的股票基本面 你已經看到4月營收 年成長高達149%嘛 法人圈的最害 不管是外資投信 它佈局一檔股票 一定要看得到基本面 所以巴菲特價值型的投資概念 我會落實在會員的選股跟操作過程 你看一下 這是外資的一個買超動作 外資力挺我家的股票 沿路的買超 那投信呢 雖然他買的一個部位 沒有外資那麼多 但是他還是進來買啊 一檔股票 我如果告訴你92.8買會大賺 你敢不敢買 我把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如果先解剖給你聽 你會不會按照我的動作 下去做執行呢 你會買不 你會敢買不 所以整個股價 在上禮拜四 收98塊半 沒有佔上100 外資投信買超的力道 不用減碼 可以安心虛報 所以上禮拜五持續性的大漲 來到102再創高 今天的一個紅嘴呢 繼續的一個大漲 108 你看一下這種推升的量人 你有沒有很心動 你有沒有很感動 我把一檔鴻海家族的股票 無私的攤蓋在全國觀眾 讓你跟我們一起來操作 從我第一天開始講完 當時候90塊半 對 領先踏盤過高的強勢股紅嘴 因為從形態基本面 它符合我們操作的強勢股 第一個發動點 我帶會員買 接下來 5月45號回測 很漂亮的一個買點 我再度的提醒你 要趕快上車 要趕快上車 92.8我還在買紅嘴 今天的紅嘴股價108 108了 24000多張 我介紹的股票 量大好進出又好賺 會員有辦法上車 親愛的觀眾 你跟單的一樣有辦法上車 你要買499張買好幾遍 都有辦法成交 所以這樣的一個大量 造就紅海集團的紅嘴 還有進一步的一個推升的一個動人 所以真的是太棒了 我在盤中 告訴我們會員 量價沒有失控的紅嘴 續爆燈不解碼 盤中是不是亮燈 他說 他是不是一檔強勢性的個股 從低檔區 90塊半 告訴你 發動點要買 壓回修正的黑客棒 92.8一樣可以上車 到今天 量價配合得宜 外資投信的買超 依然持續進行當中 買到這種強勢股 你要勇敢跟我報上去 不是短線啦 有沒有 大盤還沒有上去 對不對 但是我家的股票 已經一檔一檔往上抽高 所以我說過 大盤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有問題是你的股票 所以我為什麼在上禮拜 要推出這樣的一個雙股專案活動 你就只買兩檔強勢股 你不要想太多 指數目前沒有動 看起來好像不是賺錢的機會 那是因為你太著重在指數表現的空間 今天大盤 9645 大盤有很大漲嗎 沒有 你如果太計較指數 很多強勢個股讓你賺錢的機會 你就很容易喪失 所以在今天一個節目 我們所推薦給不管是會員還是電視機觀眾的 一定是符合基本面跟型態 都很強勁的強勢股油股 我才會帶會員買 買完之後隔天 是不是工漲停 330啊 禮拜五漲到351嗎 買308的衝高到351 我說賺38塊錢落袋 我賣在346 連漲三天我先賣一趟 禮拜五賣完之後尾盤收338啦 那今天的華漢呢 股價真的蠻抗跌的 那既然蠻抗跌的 那該接回的時候我就會把它接回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我不會上市任何讓會員賺錢的機會 這個盤真的很漂亮啊 我說過它洗刷的越厲害 震盪的時間越久 你有更多賺錢的機會 因為多頭方向不變 目前類股輪動輪漲 掌握住這樣輪漲的一個架構 你其實可以賺更多啦 大盤我不希望它一次就漲完 一次漲完沒什麼搞頭啊 你自己做就賺錢嘛 所以現在盤合作 對很多來講操作難度相當高 但對我而言呢 我盡我所能 幫會員創造更漂亮的績效 所以如果你現在還是滿手的弱勢股 趕快調整 該如何轉換持股 該如何太弱留牆 雙股專案活動 我會幫你集中你的持股 你的持股先讓我看一下 新進會也都是這樣 你的強勢股我會幫你留下來 你其他所有的弱勢股 就換到最棒的兩檔強勢個股身上 你現金撲位也是一樣啊 比如說你有100萬的 你就50萬各買一檔 就買兩檔 你如果有600萬的 就是300萬300萬各買一檔 就是這樣的一個操作 所以資產的配置很容易 那資金如果超過1000萬以上的 我當然會給你特別的禮遇 由我本人親自通知你 到底你要買哪兩檔強勢性個股 所以雙股專案的活動 相當的物超所值啊 我說我會給你3比3 而且還要再加3 這麼漂亮優惠的方案 對你未來一個操作 一定有正面的幫助 兩檔強勢性個股 雙股裡面其中有一檔 是私房菜的標股 私房菜的標股 我不輕易在電視當中公開啦 因為我怕 那一公開 樹大造風 會影響到會員的一個操作績效 比如說這一檔日友 我們上禮拜二買在92.5了 你看一下這個時間點 9點48分 日友4月營收年成長率高達44% 隨時會突破了 92.5以下買進 你看一下9點48分 日友的價位在幾塊錢 92.3 你繼續對時對價 我告訴會員92.5買 買得到啦 保證一定成交 8341的日友 哪一天買呢 5月19號嘛 這一天 上禮拜二啊 收盤92 我告訴會員92.5以下買 是不是私房菜的標股 我說隨時會突破啦 禮拜四漲停 禮拜五盤中公早停 今天的股價呢 幾塊錢 收103啊 買在92.5啊 私房菜的標股 這是我們這次雙股專案活動 我會另外再提供一檔 私房菜的第二季的標股 讓你跟我們一起來進場 所以如果到現在 你手中的弱勢股 還不曉得如何轉換的 或是你的現金部位 還不曉得如何配置的 你就跟我買這兩檔 強勢性的個股 休息一下 那再回到檢民現場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02-2781-01909 2781-01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1909 2781-01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達頭顧 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02-2781-01909 2781-01909 四個場所 第一次的女性 有一個女性 有一個女性 是最有一個女性 都是最有女性 有一個女性 有一個女性 它是最有女性 有一個女性 是最有女性 您還記得 你记得我们那个时候 录戏有一场你骑摩托车的戏吗 不记得 那个时候我跟导演 在说下一场戏 我眼睛余光就发现 旁边有个小孩 非常专心地在听 我在旁边一看 我说的你都做到了 就发现如此可教也 是吗 发生在当下的事情 有的人记得 有的人不记得 对我们而言是回忆 但是说出来那就是故事 欢迎大家一起来说故事 欢迎回到节目内现场 除了宏准今天创下波段新高 攻涨停之外 8431会赚钱的科技股会赚科 今天一样攻涨停 再创波段新高 上礼拜是告诉你 它越过前波高点87.3 另一波涨势的开始 结果是不是又多赚了两根 涨停板 这样股票 它有没有符合我告诉过你的 基本面形态 都很强势的 机油性的股票 在4月24号 我已经讲过了 长龙吞噬的买点 要会买 这档会赚科 因为它中国华南地区 最大表面处理厂了 那它拿到苹果的订单 那不管是它的笔电 苹果的笔电 还是它的平板 都是用到 会赚科的珍珠电镀 所以你看到苹果的 MacBook Air 或是它的iPad 它的边框 都是珍珠白的颜色 就是用到会赚科的珍珠电镀 另外这一项技术也被运用在 目前很夯的 USB 3.1的 Type-C的一个插槽身上 所以它的接约的订单 都相当的一个畅旺 低档要会买 高档 我有带你出啦 5月4号创新高后 无力的会赚科 卖在84块钱 创新高那天 我站在卖帮 这边大概 有五六根的停板 你可以赚啦 5月4号 84卖掉嘛 最高87.3嘛 所以当高点你有卖 五天的转折 不管你跟我买在77的 还是78的 今天股价已经来到95.1 漂亮的极油性个股 我高点会带你买 低点 我有没有看好 我有没有带你接回来 整个一个转折 所给你的 是一个幸福的一个结果 低点 我敢买 不是这两天 涨上来了 很多人会臭热闹啦 对 这两天 汇专科 涨停板嘛 这两天 红准 大涨嘛 今天来到破断新高嘛 涨上来 才来吹嘘它的好 有点为时已晚 我一再跟你提示 一档股票 你要跟我买在八栋点 买在相对的低档 成本比较低 当它上涨的过程 难免会震荡 难免会洗盘 我们要带你出 你就不要随便出 一档强势性的个股 如果可以让你赚三成五成 你就不要赚了三五% 你就跑掉 那会浪费这个行情 大盘对我来讲 不是那么重要 我是专门操作第二季 业绩成长的表股的 指数 指数 你看到的是一个下跌 我看到的是很多赚钱的机会 我不晓得 同朋友 有没有体会到我传达的各种的道理 拌在落啊 那为什么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大盘不动 是因为很多档股票是上 相对来讲很多赚股票是下 加权平均的结果 让大盘输不动 所以我才告诉过你啊 你要太弱留强了 那些往下修正的弱势股 换掉 直接换到强势性的个股 这大盘在整理的过程给你一个机会 你不会换的来找我 一般同庙 满手为什么都掏扰股票 探钱买买买 强势个股变成弱势股 那怎么办 那干脆不要卖 干脆不要卖 是因为你鸵鸟心态 你活在自己的圈圈 因为你认为大盘输没有动 所以你的股票不动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我家的红准 我家的会赚科 今天盘中亮灯 再创破断新高 比较的问题 股票选择的问题 选对了没有烦恼 留错了烦恼一大堆 你少了是一个人在往 在你后面推你一把 我知道你会痛 叫你把你的了解股票 如果这个股票换掉 会痛 那是难免的 因为你已经错了一步 你已经买错股票了 你难道要继续错下去吗 你难道要连环的错下去吗 如果你不晓得如何换 我来推你一把 你就敢做执行的动作 长痛不如短痛 短痛痛一下就好了 痛一下明天就海阔天空了 如果你现在参加我们双股专案活动 你买的是红准 你买的是会赚科 或是像这种四皇菜的标股日游 这种感觉不好吗 感觉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因为不一样的 筛股嘛 竟然出来股票是不一样的 5月4号会赚科巴士卖 这一天 下来我们看好 我们代会买 5月11号 77接回 因为五天转折向上买点 我看到了我代会买 买完之后肯定是工长停 那上去之后回档啊 当天急鲨 我告诉会人 挂跌停板价买进啊 虽然没有买到 但是我看好它 继续看好嘛 那看好就不要怕跌嘛 所以上礼拜三 跌下来要会买嘛 上礼拜三 是不是又整理5天收脚止跌的会赚科 平盘以下买进 78.1附近再买 买完之后又赚一根了 上礼拜四重不重要 还没过87.3 收盘是83.1 我给你分析 一旦过了前波高87.3 又是另一波段的开始 上礼拜四对会赚科的一个解读 有没有讲对 有没有做对 什么是讲在前面让你应征在后面 礼拜四讲完之后 礼拜五马上过87.3 公共涨停88.9 强度够了 9.09分就锁涨停 又是另一波涨势的开始 爆老 爆老 前一个波段 赚了将近五六根 这一波段呢 不管是买在77还是78呢 到今天为止 我们继续报下去 今天股价 95.1 今天的一个盘中呢 告诉会员再度的洗盘成功 这边晃来晃去 洗来洗去 续报不减码 我们今天告诉我们会员 会赚钱的科技股 会赚科 再度的洗盘成功 续报 不要减码 不要被洗掉 好不容易买到一档强势性的个股 你就跟我安心的报下去 我没有告诉你减码 不要随便卖 卖掉了买不回来 好不好 会赚钱的科技股 我在上礼拜五 有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个见解 它不仅第二季业绩不错 下半年的订单 我都帮你找好了 下半年有德国百零订单的抑注 所以它不仅第二季业绩暢 下半年当然也不弱 所以今天的股价 再度的往上走高 共涨停了 漂亮不漂亮吗 这边有三根停板 这边大概有五六根 两阶段的操作 我们的一个绩效 你不不 对你来讲 有没有产生帮助的效用 如果你现在参加双股 你拥有的智慧赚科 红准 你觉得盘有问题吗 那你现在你的股票 落实股要不赶快换过来 希望今天所推出的双股专业活动 对你来讲 有正面的一个效用 上瘾 5月15号 告诉你一旦突破精彩可及 当天收231 5月18号 收234 红K棒 我说即将突破 只要带量 就会走高 隔天19号 真的带量突破 来到239.5 今天的一个上瘾 有没有再度的出量 今天的上瘾已经来到243.5了 有没有非常精彩 我说一旦突破精彩可及 当做股价231 今天已经来到243.5了 它当然是一档 第二季 业绩成长的强势股 上礼拜 推荐给你的TVK 我说今年 重返苹果的供应链 基本面形态已经好转 再来看一下 TVK的月线的角度 之前知道苹果 股价涨到982 现在重返苹果供应链 你看一下 月KD黄金交叉 它这一波会涨到哪里 你知道吗 希望我这边的讯息 可以帮助到你的操作 所以TVK今天来到221 未来的上涨空间 真的值得你好好来期待 还不想如何操作强势性个股的 今天所提供给你的双股专案 至于好好把握一下 一次就只做两档 资金就分配成两等份 跟我操作目前第二季 业绩成长的强势机油股 其中一档 是我要提供给你的 私房菜标股 3比3 另外再加3 对你来讲 非常的优惠 非常的物超所值 自己好好把握一下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导快 水密性能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 1111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头部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价专线 022781-01909 2781-01909 022781-01910106 旧轮精细的科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真逐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在生活中 有许多的病菌 透过飞沫和手传播 打分泌时 用手帕沿口皮 来不及可以依旧代替 减少